聖誡 聖明一樣 奉辭壹主聖明講話 到教会的进度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以赛亚书第45章 那从以赛亚书40章以后为止 然后再谈到的是神的一个神性 So without exception, we find that 45 speaks a lot about God's attributes 那第45节也同样的在谈到神性 So we look at chapter 45, actually verse 1 is a continuation from the previous chapter That is chapter 44, verse 28 那第一节是从44章28节后面延续过来的 Because chapter 44, verse 28 talks about God would raise up His own shepherd 那这里28节他谈到说神会来高举他的牧人 那也利用他来带领他的百姓回归 那回到耶路撒冷 让圣殿能够重建 那这个预言是在这个赛鲁士王已经在上位之前的预言 那就告诉我们呢 神所说的必定成全 那在圣经里面的预言是真实的 那神的应许呢 神的预言呢 是不会落空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经上的话呢 圣经上的预言是给我们 也是给教会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经上的话呢 圣经上的预言是给我们 也是给教会的 那从45章开始 这里谈到呢 如果当这个赛鲁士上位呢 他会来放松猎王的腰带 他要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 那这就是呢 这个外国的王呢 会借着神 给他的权利呢 来完成神的任务 那我们看这个以色列国 因为他们犯罪的罪神 所以要受到这个审判 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神 所以他所应许亚伯拉罕的是不会落空的 所以他有他的方式呢 要来实现他的应许 所以在以赛亚说这边呢 神会来高举一个王 然后使他来完成他的 而且这是国外的王 来感动他呢 让他来帮助以色列民回到耶路撒冷 我们也可以在历代之下 来看到这一点 2 Chronicles 36 历代之下 36章 这里说赛亚22节说 赛鲁是王 然后就登基 第一年登基 那神的话借着耶路撒冷 所说的呢 就成全了 所以神就激动这个波斯王呢 然后来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 那这个预言呢 就是在这个王登基的很多年前就预言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神的旨意呢 是超越时空的 有时候我们不能明白神的旨意 还有神的预言 但是我们对神的话要有信心 我们相信他所说的 必定会成全 那我们现在看回来四十五章 那借着这个王呢 神会让他的百姓然后回来 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 我们看四十五章第四节 Isaiah 45章第四节 因我仆人雅各 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 我就提名召你 你谁不认识我 我也加给你名号 他这个拣选呢 是远到亚伯拉罕的时候 虽然亚伯拉罕在他生命当中 遇到了很多的困境 但是神的应许呢 没有落空 到了这个雅各 神的旨意呢 持续在雅各的身上 在这个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国家的时候呢 这个应许已经在他们身上了 所以看到呢 神没有忘记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所以他看到这个应许 我们看到这个神是很特别的神 他是超乎其他的神的 看到第五节 他这一句话呢 在这一章来宣告了很多次 我是神 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 如果看英文这个我是主 这个主呢 是全部用大写来写的 就是他是唯一自有永有的神 他说我是唯一的神 是没有其他的神 唯一自存的神 唯一自存的神 所以他是超乎万有 超乎万神的 因此呢 他的旨意是超越时空 所以他所说的一定能够实现 那五章的后半 除了我以外 再也没有神 就是在所有的这个宇宙当中 只有一个神 只有一位真神是自存的 没有人 没有神 可以与他来相比 也看第六节 第六节后半段 除了我以外 除了我以外 没有别神 我是主 在我以外 并没有别神 他是同样的宣告 就是告诉百姓呢 我是真神 你要对我有信心 这个神呢 也是创造万物的神 他照光 他照暗 他照暗 他失平安 他失平安 他也有降灾祸 有降灾祸 这位神呢 是全能的神 这里就是谈到这个神性 这个最惊讶的部分 所以我要谈到这个神是谁呢 就是可以看到这一章 他是无可相比的 没有任何神 没有任何灵可以跟他相比 因为他造了万物 因为他造了万物 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上来看 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全部都实现 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位真神 那我们从第八节开始 八到十节 八到十节 这都是我神所造的 我们知道这个宇宙万物是神造的 所以他要用他的公义来掌管这个宇宙 他渴望他的百姓来遵守他的道路 然后来实行他的公义 我们知道神犯罪 人犯罪得罪神 但是神却没有忘记他们 他依旧给他们 各个世代给他们救恩 这个很清楚地可以从旧约里当中看到 这里可以看到神对他的百姓的爱是永不改变的 如果这样看到这样全能的神 没有人可以与他来相争 所以第九节他说 Woe to him who strived with his maker Let the porchettes strive with the porchettes of the earth Shall the clay say to him who forms it What are you making? Or shall your handiwork say he has no hands? 或在那与他的主争论的 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 你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 你做什么呢? 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守呢? Cording to the history of the chosen people You find that they always argue with God 根据这个选民的历史 你可以看到他们常常跟神的相争 We see many such examples in the prophetic books 你可以看到预言书当中的部分可以看出 For example the book of Malachi 比如说马拉基书 They always argue with God 他们在跟神,在争论 Because they could not see what God has done for them 因为他看不到神对他们所做的 The reason being that because they have deviated Or they have strayed away from the word of the Lord 可以看到他们从神的话中来偏离了 That's why they were not able to understand You know the good will of God for them 所以他们不能明白神对他们的善意 So here the Lord said to them 所以这里主说 Ware to him who strived with his maker 或在那与他主争论的人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his will is transcending It's above us It's far above us 我们要先知道神的旨意是远远高过我们的想象 Sometimes we cannot understand fully why certain things is accomplished in a particular manner 那有时候我们不能完全明白 为什么有些事情会照这样的事情发生 We need to trust that God is whole We need to trust that God is transcendent And he is almighty We need to trust that God is超越万有 And he is almighty So whatever he does is for our own good So whatever he does is for our own good So whatever he does is for our own good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love him That's why you find that you know Sometimes we may not be able to understand why things happen You know the way they do in our life So有时候我们不能明白 為什麼我们生命当中某些事情会这样发生 Insofar as we love God 但是只要我们爱神 我們相信他会来引导我们 We must not argue or question him We must not argue or question him On our way he is the maker 因为他是造物的主 那这个主权是在他身上 我们的部分就是要来 顺服神 在今天这个魔鬼是非常地狡猾的 他会用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 让我们来产生疑惑 我们就开始来 对神有质疑 有时候就会想要来向神来挑战 其实这样子是非常不健康的这种心态 看第十节 是十五章十节 或在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 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我们来读约伯记 当他在试炼当中 特别是让他的妻子来诅咒他 叫他来去死的时候 他就开始来诅咒自己的出生 我们知道这不是不对的 那是因为他无法来忍受他所受的苦 但是神是慈悲的神 所以最后神帮助他度过这一切 然后让他明白神是有权利来允许他遇到生命中的任何一件事 我们看约伯记 我们看最后一章 我们看最后一章 这就是约伯在他的痛苦当中最后得到的 最后他终于知道神 他由他的主权来做任何事情 我们是被神所造的 所以在教会我们要有这样的顺服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不应当在想说 怎么用我们的方法来逃脱这个困境 我们要想的是说 在这种困境当中 神要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呢 只要我们来忠心然后敬畏神 然后忍受到底 我们最后就会同时得到明白 然后得到一切 这就是在救恩之外 我们能够从神当中得到最宝贵的东西 有很多事情神要我们学习的 但是我们没有准备好要得到这些东西 所以借着这些苦难 然后我们慢慢明白神的大能 然后我们来感激了他的神的好 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给我们很多观念 都是跟神要我们学的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要来竞争 然后来说出你的心中的想法 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不要顺服这个权柄 对神所高利的权柄 我们要尽力去对抗 这是撒旦的工作 我们在圣经的里面 当人来开始顺服神的时候 他就会从神的当中得到很多知识 然后在这个当中来给神赐他力量 然后能够为主来发光 这是神要我们所做的 这也是我们需要做的 我们回到以赛亚书45章 以赛亚书45章 我们看11到13节 这里有几点我想提出来的 所以提到这个以色列的圣者 就是造物主 第二个是 11节就是我的种子 第三个就是 创造万物 然后人在其中活着 这里谈到造物主 中子们 还有创造万物 看到13节 我凭公义兴起赛鲁士 又要修植他一切道路 他必建造我的城 示范我被掳的名 不是为工价 也不是为赏赐 这是万军之主说的 我们这几节看起来 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神来兴起赛鲁士王来建造他的城 是为了他的百姓 他的种子们来居住 我们看这个创造的万物 那这个创造万物跟重建城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看以赛亚书51章 我们看以赛亚书51章 我们看16节 以赛亚书51章16节 我将我的话传给你 用我的手引 遮蔽你 为要栽定诸天 立定地基 又对喜安说 你是我的百姓 那为什么神要来栽定诸天 为什么要立定地基呢 从最后一节 你可以看到后半论 你看说为了他的百姓 所以神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他的百姓 就是神所拣选的 因此我们今天是蒙福的 为什么神一开始要来建造这个教会 只为我们 让我们能够借着教会来得救 他建立教会 让我们能够从当中来 明表他的旨意 我们在看到这个选民的历史 他们得罪神 神是公义的神 所以因此要来审判他们 因此神允许他们被巴比伦 来卤去七十年 可是从这里我们看到 神的旨意从来没有变更过 这个宇宙这么广大 他的目光是放在这个城 所以神的眼光现在呢 就是在这个教会身上 所以这是在这个赎罪 然后来赎罪 然后来引导百姓 这是今天神在做的事 所以我们要非常地感激来感谢神 所以每一次我们聚集在教会当中 有什么理由我们不能来感谢神的吗 看到神对我们所做的这么多事情 如果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来看到神的美善 我们所做的就只有感谢 因为我们被神来拣选 神对我们非常地好 有时候我们不觉得神的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没有完全明白救恩的意义 对我们今天而言 这救恩什么意思 就是让我们永远的这个罪当中 然后救出来 将我们的灵魂从这个 永远被定罪的地方救出来 只有那些非常与神亲近的人才能明白这一点 只有那些在追求灵性的人 在生命当中追求公义的人 就是在尽力来追求亲近神的人 他们才能够明白神给他们的救恩的真正意义 我们看回来以赛亚书45章 从14节开始 这里谈到主是唯一的救主 我们看14章的最后一半 他们下拜说 神正在你们中间 此外再也没有别的神 再也没有别的神 所以今天教会是神所创造的 我们的责任就是借着神的恩典来让我们成为完美 我们常常在说要来建立神的教会 那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建立教会呢 就是要来战胜我们自己的弱缺点 然后来改变我们的行为 让我们的所作行为能够来跟神的价值一致 当我们都跟神很亲近 当这个神与教会同在 你就会发现神的这个形象就会在我们当中显现 然后我们身边的人看到就会说 神在他们真耶稣教会 真的神在这个教会里面 今天我们的标准实在太低了 所以我们要来追求 建立我们的性格 然后让我们成为属灵的 我们知道在这个历史当中 神都是把自己藏起来的 为什么 因为百姓来得罪神了 我们看15、16节 Essiah 45章15、16节 Essiah 45章15 救主以色列的神 你实在是自淫的神 凡制造偶像的都必爆愧蒙羞 都要一同归于惭愧 那神为什么要隐藏起来 如果你来读预言书 然后还有选民的历史 这个原因很清楚 因为他们来敬拜偶像 他们将外邦的习俗用在他们身上 所以神非常愤怒 因为这样神就从他们当中 隐藏起来 有时候我们感觉不到神的同在 我们祷告可是我们的心却是空洞的 有时候我们来参加聚会 可是我们心中还是有一个重担 可能的原因就是 我们心中有一个偶像 如果我们心中有偶像很单狼的 神就会远离我们 看17节 我有以色列必蒙神的拯救 得永远的救恩 你们必不蒙羞也不爆愧 直到永世无尽 以色列有一个就是要来得胜 然后跟神亲近的意义 谁能得到这永远的救恩呢 谁可以得救 只有那些愿意跟神亲近的人 今天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 所以我们要来亲近神 18节 18节 还有谈到这个创造天地万物 神来创造天地让我们来居住 然后最后一句 我是主在没有别神 如果我们看15加18节 就告诉这个百姓说 这个偶像不能跟造物的主来相比 如果看这个偶像就是一块木头 死木头 没有生命 可是百姓还是来到他面前 敬拜这个木头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偶像后面有一个力 这个就是魔鬼的能力 为了就是要来欺骗 可是我们的神是造世界万物的主 祂让我们能够来居住在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一切都是属神的 包括用来造偶像的这个木头 也是属神的 所以以赛亚告诉他们 这个神是主 再没有别的神 没有可以相比的 魔鬼无法跟他相比 因为这个神实在是超乎他们的能力了 没有可以相比的 所以我们相信祂是唯一的真神 因此我们不相信其他的神 其他人说是自存的神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只有一个神就是自存的神 这句话在这一章至少出现了五次 五节 六节 十四节 十八节 还有二十二节 它就是神是自存的神 这是我们要有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可是神的百姓却一直在拜偶像 他们不能从拜偶像当中来逃出 原因就是因为神是看不见的 而且当时神将他们放在试炼当中 然后来看他们是否会来相信神 我们可以看几个例子 我们看生命记 我们看第八章 Deuteronomy chapter 8 生命记 第八章 我们看第二节 8章2 And you shall remember that the Lord your God led you all the way these forty years in the wilderness to humble you and test you to know what was in your heart whether you would keep his commandments or not 而且你也要纪念主你的神 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 是要苦念你 试验你 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 祂的见命不肯 这里神告诉摩西 让他说出为什么他要让他们在这个旷野四十年 就是要来苦恋他们 让他们谦卑 我们知道神的百姓是悖逆的 如果你看出来几记 民述记就会看出来 所以神让他们经过这些苦恋 让他们谦卑 让他们知道内心有没有肯来遵守神的诫命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是被放在试验当中 要来让我们学谦卑 让我们学习到我们在生命当中 到底有没有来遵守神的诫命 所以当神的百姓在试验当中 他们不够谦卑 他们学习这个外邦的神 因此他们就这样子的做了拜偶像的事 回到四十五章 从二十节开始 他这里谈到这个台着雕刻木偶的 那些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人 二十一节 你们要述说成名你们的离 让他们彼此商议 谁从古时指明 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主吗 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 我是公义的神 又是救主 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 if you look at the immediate background this is the reference to the prophecy concerning the raising up of Cyprus 那这里的就是谈到要来欣喜赛鲁士王 那从来没有这样子宣告 只有神有这样宣告过 神就是这个全的神 祂的是救主 那这样子的预言呢 在这个神的选民当中 后来就应验了 所以神一直告诉他们 我是唯一独一的神 那如果看到这个新约 那根据这个旧约的预言 这个灵会降下来 这个圣灵会降下来 那这个圣灵在使徒时代降下 那今天也同样的在我们身上 很坚定地向我们证明 这个神的应许是真的 所以我们要对神的话 要有信心 我们看最后这几节 22节 地级的人都当仰望我 救必得救 因为我是神 再没有别神 因为神是唯一的救主 所以我们要来仰望祂 所以今天教会 还有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要来仰望神 只有仰望神的人才能得救 23节 我指着自己启示 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 并不返回 万希必向我跪拜 万口并凭我启示 所以神所说的 神所决定要做的 一定会成全 它就是额外的强调说 这个神的能力 不论神所说的什么 一定会成全 最后两节 人论我说 公义能力 唯独在乎主 人都必归向祂 方向祂发怒的 必至蒙羞 以色列的后裔都必 因神得称为义 并要夸耀 所以来向神发怒的 必至蒙羞 因为神是公义的神 祂的能力是 无可披霉的 那25节就像一个预言 以色列的后裔 都必因神得称为义 并要夸耀 英文是说 在主里面 以色列的后裔要得称义 而且要得称荣耀 今天我们在主里面 那我们已经得称义了 那是我们能够得着神的荣耀吗 还是我们能够来分享神的荣耀吗 那就在乎我们对神有多么的忠心 求神帮助我们 可以一起唱诗